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为了得到喜欢的女人 戴笠的手段也是花样翻新 无所不用其极 有一天 戴笠看上两名女学生 竟然借蒋介石名义 将其占有 玄武之后 又将他们关进监狱 以此 戴笠的第三站区 看望第十集团军司令王行秋 宴席期间 戴笠遇到了来自上海的两名女学生 夏文秀和萧明 其中萧明是浙江省主席黄少 红的一女 黄少红本打算将萧明介绍给王敬久做妻子 但萧明没有看中粗人王敬久 戴笠见到夏文秀和萧明后 两眼放光 好像豺狼看到猎物一样 于是便想法把他们弄到手 戴笠在得知萧明擅长京剧轻衣 夏文秀会唱花弹时 顿声一计 他对夏文秀和萧明说 蒋伟园长 听说你们京剧唱得很好 派我来接你们去重庆演出 夏文秀和萧明心生怀疑 但却不敢得罪于戴笠 更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 于是只好点头同意 第二天 戴笠就把夏文秀和萧明接走了 但不是去重庆演出 而是送进了戴公馆 戴笠见到两人之后 迫不及待地强行占有了他们 在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 夏文秀和萧明一直被软禁在戴公馆里 成为了戴笠的玩物 直至戴笠厌倦了 又把他们关进了监狱 直到戴笠死后 夏文秀和萧明才重见天日 萧明作为新贵戏巨头之一的黄少红一女 都招到戴笠如此 无如 更何况一般人家的女子 只要戴笠看上的 几乎都难以逃脱魔掌 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